第十章 Z-transform 我想我們的歷史 Full-ray series 然後因為周期變成不周期 所以有Full-ray transform 然後因為收斂 如果推导到一些不周鍊的函數或系統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老爸全中 那同理在Xcretide的Full-ray series 周期性的變成沒有收期的 然後收斂的函數變成不收斂的時候 對應的就叫Z-transform 那這是第十章跟各位介紹的部分 後面這邊還有一個 從Title-main跟Frequent-domain的示意圖 跟各位說明 像剛才講的 周期性變不周期性的 收斂的變成不收斂的 就是Continue-time的老爸全中 我們會有Max跟Face 然後會有X-domain ROC這樣一個概念推導進來 同理在Discrete-time 周期的變成非周期的 收斂的 跑出非收斂的 那我們一樣 找出所謂的Z-transform 這個公式 來跟各位說明 同理會在MG 也是會跑出所謂的X-domain 或是這個複數平面上的代表應 那也有所謂的收斂區間的東西 這個地方你特別看到 當初在第九章我們講到的 這個收斂區間是 這樣子 這樣子 這種 跟G-軸平行的 這樣一個函數的東西 這個地方 在這個Z-旋風 你大概看出來 為一個圓 然後有所謂的外面 裡面 或什麼外面 這個就是在Z-旋風 會推導出來的性質 它ROC的性質 基本上會有這樣的結果 至於各位怎麼樣的結果 那我們就 接下來慢慢跟各位說明一下 再來是 這張要跟各位說明的地方 紅色的是 這張跟前一張不一樣的地方 其他的都一樣 藍色的字 我根本都沒有任何改 然後只是一模一樣 所以只是把LOCKBASS這個改做Z而已 所以基本上我第十張可以不用講 對不對 因為都一樣 所以只要把L變成Z 就全部都結束了 那 這是基本的概念 那當然有一些差異點 我會特別強調是差異點 相同的點 我就不再累 所以跟各位說明 我會講 前面大概也是一樣講 信號的 然後這是FullRate and Phone的 對不對 然後一些信號的性質 然後一些配對 再來講系統 這是Signum 然後這是System 然後最後一個單邊的 一樣都有同樣的對應的關係 為什麼它叫Z 那我大概查一下資料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G選目其實很早以前就有 那其實也是Lapace這個人 當初所提出來的一些想法 不過真正比較用的是最近 1940年1950 也就是五六十年前那時候 為了考慮所謂的差分方程式 所弄出來的 可是真正比較 真的拿來做系統分析用的話 是大概 再晚一點 1952年 在哥倫比亞大學有兩個人 Racazzini跟Rate 這兩個人 在控制上 就是我們的主師也 控制上特別拿來做 所謂數位控制 取樣控制 上面用的東西 至於為什麼叫Z 因為我們在Lapace用S 那它用一個類似 看起來差不多的 叫做Z 這是一個說法 另外的說法 如果你有注意到 那兩個人的字母裡面 Z是最多的 Racazzini跟Rate OK AZ也一樣多 那叫A 很奇怪 所以 它就叫做Z 因為 你用什麼S平方 S負一次方 跟Z的平方 Z的負一次方 這個感覺上是多項式 或分析上可以這樣去寫 所以 大概是那時候 然後後來的 真正應用的修正版 是Jury在1958 1973 真正拿來做 其實開始流行 因為1952年其實還不流行 第一個講出來 大概都不會流行 只是後面才會真的流行 就是有用才會真的流行 那這邊大概有提出來說 其實在17世紀 18世紀 1973年 那時候已經有在解決 所謂的函數 那種多項式的 那種 替回的多項式裡面會有 它後來有一些什麼 羅倫斯的 那種 Explanetial 那種展開的 那種多項式 那種開了提示展開 那種數列的 也是用這種方式去表示它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讓你大概知道為什麼叫Z 一個是要對照S 然後一個是 當然一方說 因為那個之前 第一個用 真正拿來用的 拿來當作工具的是這兩個人